Circuit可以免费,可以用真正的数值 我们先讲两个,我想讲第一个,叫做Tool Buffs Parallel 然后你可以用Edit Mode,或者即时1的Simulation 我当作Edit Mode 里面这个软件可以砌任何Circuit,即是真正的Circuit 你砌完就真的可以弄一些线路板 这个其实我想讲哪里呢? 讲解里面的Simple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对应的Diagram去做些东西 这个就是说两个灯膽,如果是Imperial的时候 如果我开门会怎样? 这个做得像什么题目呢? 我没有打到桌页号 其实桌页号大家可以揭书 那这个书呢?等等,我先查一下 我先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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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38页的第9条 我顺便加上注释 那应该是Page 138页的第9条 这是这款 大家可以揭书了 揭书了 揭去的板 好,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假设有个Battery 1.5V 有红色代表正 黑色代表负 上面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Protesometer 即是根本就是Vios,三只脚 记住了,它现在最大的电阻就是25Ω 这个我模仿一下Battery里面的Internal Recents 通常会比较小的 当然你可以硬弄它为0 没问题的 接下来到这里就是灯淡 这个灯淡很差的 不能改变电阻 所以我旁边就加电阻 电阻很酷的,叫952 原因是这个灯淡 真正的灯淡 Default的Ω数是48Ω 所以我特意加了952 令到整个灯淡就好像1000Ω 不,对了,1000Ω的情况 那我们到旁边 这里是一个Switch 可以按开门,开门,关门 这个就是multimeter 慢用标 你可以变成一个安倍数 即是emmeter 这个是emmeter 这个是vormeter OK 这个也有Vioset 可以控制这个灯淡的电阻 OK 可以吗 那现在试一试 这个semination在做什么 那我们开波 开波即时用电脑的方法计算 你看到一盏灯淡黄了 即是亮了 那一个正常灯淡 这个是emmeter 它可以计算到 它亮了的话应该是48Ω OK 那接着你会发觉 这个东西是可以改的 看着怎么改 指着它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记住 我们就在这个semination 就是去训练大家 level4的公开考试 circuit 那公开考试的 那公开考试的 circuit 最喜欢的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就是打开关了会影响到什么 那些光会不会更亮 或者将这个Vioset 把sniding contact 吞上吞下 会影响到灯灯 光点还是暗点 那我们大部分 level4的问题 都是问多些的 OK 所以 就希望在semination里面 帮大家去想这些东西 所以待会有online的问题 问你 OK 用这个semination 就证明给你看 同时去解释 你怎样看 OK 这个记住 当这个painter放在这边 那就是说sniding contact 是近左边的 因此 如果我们一旦动这个东西 其实它的电阻会提高 那我下面就做了给你看 那如果你把那个东西 放在左边的话 它是0Ω的 那如果我们移动上去 它的Ω数就越来越大 那么 设置到最大 就25Ω 如果是这个 OK 那这个真正的数值 不要紧 我们最紧要看什么 在上面的kurven和Ω数的改变 那因为公开考试 大部分都问你改变 多了啊 少了啊 还是不变 行不行 OK 那首先问了一个很chip的问题 就是把按钮关掉 关掉了 关掉了 没有电流的 然后你麻烦看一看 那你书本都做不到这样的 一定要找一些真正的simulator 可以帮你手做 你看到呢 原来你一动它 旁边的灯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影响呢 让大家想想 OK 应该你即时回答我的 那我当然不问你了 如果你很想回答 可以在这个chap room里回答 或者出声 那记住 这个按钮 是不会影响到旁边左边的circuit 原因因为这个parallel circuit OK 那你会看到了 电压基本上没有改 电压基本上不会变 后面的set不会影响到它 基本上是parallel circuit OK 但是现在我这个是open 连这个也open了 那就惨了 全灵 因为这个circuit根本就没有close 接着我开这个 只有d变去 下面就没有分别 那你发觉很漂亮的 这个1.5mA 原因因为下面的灯淡加电了1000Ω OK 那1000Ω 乘回1.5mA 就等于1.5A 不是1.5V 那因为我特意设计到那些东西 它的内座 是零 OK 刚刚没有零 OK 所以很漂亮 等一下我再玩大家 如果将这个internal resistance 非零的话 那会有什么现象 是考试需要考虑的 OK 所以我靠这个simulation 就讲解给你们看怎么想 OK 希望大家得到 好 继续 那我们在这里的情况 开始讲了 那现在把这些按钮 首先这个证明了parallel circuit 开闪是不会影响到旁边的 OK 可以吗 那这个关于我们后面的货 是极之有用的 因为家里用的电 全部parallel circuit 你开闪是不会影响到 厕所闪灯 关掉的 OK 因为完全独立 如何才做到独立 parallel circuit OK 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继续讲 我关掉它 那又有电通了 OK 那接着我们看电流 在右手边的电流只有1.47 那在旁边的30.3 OK 那不用想了 电流越多 灯弹的电阻不改 所以用回p等于i2r power r不改 但是curven多了 那它当然是光一点 OK 那为什么会低度电流多一点呢 你可以计算一下 旁边这边 这个就是48Ω 这个就是952Ω 所以灯弹加电阻 总共1000Ω 那带到这边就是48Ω 而这边现在多少呢 是0Ω 0 来的 因为我拍到这边嘛 所以它只有48Ω OK 可以吗 所以我发觉这边相对来说 整个circuit的电阻比旁边少 所以大量电流流过 因此更光一点 OK 可以吗 好 现在开始做了 做什么呢 我现在把这个vios的电阻 越来越大 我们扭得大 好像这个情况一样 我们特意把这个扭大一点 扭大一点的时候 那些灯应该光了 暗了 还是不变呢 好 现在开始 答问题 看看齐任没有 9个 可以了 应该是不是9个 1,2,3,4,5,6 都是6个 欠金豪 高浩亭 OK 又欠 现在我把链接出来 大家就像之前那样回答 好 刚刚扔了出来 OK 那现在大家应该玩得很熟 那么不多说 大家就按一条链 那现在这条是short crack来的 Q 世界Q 400 400 OK 那你现在要回答我 可以吗 那大家按那条链 就准备回答 那这个题目的number 叫做Q 世界Q 400 400 Q 400 sort crack OK 好 现在你要回答我什么 如果我把这个Vioset 原本是最小的 0 0 我现在把它扭大 的时候 我就是把这个东西扭大 的时候 那些灯灯应该是光了 还是暗了 还是不变 大家只需要回答我 加 减 和0 加就是光了 减就是暗了 0 就是不变 你就是回答我加 减 还是0 OK 现在回答我 如果把Vioset的电阻 提高 那应该是光了 加 暗了 减 还是不变 0 OK 那现在回答 记住把Vioset的电阻 提高 看看会如何 好 有一个人回答了 其他人 记住这条题目是世界Q400 现在我把Vioset的电阻 提高 那会如何 其他人 你要答加 减 还是0 好 好 继续 还有人还没有 你猜吧 不肯定的 你也会遇见一下 加 减 还是0 加好 减好 一定是0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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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趁着这个空档 我交了一些功课 交回 不要紧 不要紧 OK 我不介意 我不算迟到的 不算 不算 OK 可以 其他不等了 不等 就当你不回答 不是 对了 差一个没回答 可以 艾琳 可以 差一个没回答 可以 差一个没回答 好 那 不等了 来了 那这里怎么办呢 不用我说的 其实我移动给你看 我现在把这个 这个 这个电阻提高 看清楚上面的数字 原本是31.47和1.47 看着 看到吗 OK 再来一次 原本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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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把这一部分的电阻 一直提高的话 会怎么样 你会发觉 旁边的电压 基本上不变 上面的电流 就随着我改变而越来越小 OK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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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 就看这里 记住 我们 这一个地方 其实一直连着负极 零 接着到最高 有个正极 但是这个 internal resistance 我们当它没有 所以 这一点 仍然是正1.5屋 这里也是正1.5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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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因为它很厉害 它计算到 实际上的电线也有电阻 它会有 计算得太清楚了 其实这里应该是正1.5屋 不是 正1.5屋 应该 OK 记住 那就是告诉你 这个Meter Meter 但是基本上是中间 没有东西 全部都是直接 拨到电芯 所以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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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1.5屋 这一点 就会是0屋 行不行 所以你会看到 我在这儿这么狂动 电压不改 电压不改 但这里电阻 不断地加大 看到吗 我现在把电阻 不断地加大 那就是流经的电流 就越来越小 所以它就越来越暗 因此 刚才有三位同行答 减的 那你答中了 知道吗 但记住 这个答案不是always true 什么时候不true 就看看我这个电芯 有没有internal resistance 如果有的话 有机会不同 还有要作出解释 看了 我当然尝试又来 把这个 我们来教 教了 internal resistance 高了一点 多少呢 不知道 你可以玩的 你不可以当 我先停了 你不就当这个东西 有个最大的电阻 假设是10Ω 来的 现在教到它最大 我现在教到它最大 现在就是10Ω 如果是10Ω 如果是10Ω 麻烦你即时看一看 1.21 如果这个不是10Ω 看着 你看到它是1.47Ω OK 那就是说 如果这个Ω数越小 小到接近0 如果是10Ω 的话 其实这个Ω应该是接近1.5Ω OK 但当这个Internal resistance 越来越高的话 你会发觉它出来的Voltage 会越来越小 这是刚刚那个节目所说的 但是Peticle cell 就会出来的电压 不是真正EMF 那是少了 那叫做Terminal Voltage 那这里就是Terminal Voltage 就应该大约1.21V OK 那现在我们再试一下 看看刚才的情况 这是刚刚的情况 0Ω的时候 那如果把这个Ω数提高的时候 你会发觉会怎么样 你看看那些Current 看到Current吗? 两个都小了 那为什么两个Current都小了呢? 最大原因就是 因为当这个东西调教了越来越大 整个整体Circuit的电阻是多了 如果整体多了的话 流出来的电流就少了 少了电流流出来 它再分流就每人分得少一点 就是这么多 那为什么不会说 执着一边的呢? 原因是因为 你的水喉改 它是大家之间的 这个Bunch的电阻 和D边的Bunch的电阻 根本没有分别 所以它是跟着Raisal去分配 所以你会看到 看着,很神奇的 现在你发觉大约是30比1 OK 那我再移上去 它移到30 大约是这么多 OK 那也大约是那个Raisal 大约是 可以吗? OK 那我现在尝试一下 到这边了 如果我有某个特定的 我现在想把电阻 改变会怎样呢? 记住 这边已经固定了 但当我这个移动的时候 我把这个 原本是很小的 如果我把这个调整的调整 的话 又来问多一次 这个灯灯 是光了还是暗了呢? 记住 记住 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这边有 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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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光度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调整 把这个调整的调整 令到电阻力大 那到底这盏灯 应该是光了还是暗了还是不变呢? 又是跟我回答 加、减或0 这次的问题 就叫做Q401 Soccat 即答 Q401 那应该是光了还是暗了还是不变呢? 好,即答 好,即答 记住 Internal Resents 非零 不是零 现在把下面这个Vios的电阻加大 那怎样呢? 你要记住 你现在有电阻在这里的话 因为灯淡时的PD 就没有人告诉你一定保持1.5屋 因为灯淡锁得到的不是EMF 灯淡锁得到的只是Terminal Voltage 可以吗? 这个就是比较深一点的问题 深入刚才的问题 你现在要思考一下 多了 少了 还是不变 加好 减好 还是零 可以吗?其他同学? 好 好了 有人答了 还差三位 好 其他人 好 好 我会把这些软件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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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 想不到 想不到 我赚到你再看看 看 这儿我们就定了电阻 那现在不去洗击 画下 刚才这个有28 1.36 如果我将这个提了高的时候会 coc Government 看不见到这个数值?原本是ma 如果我再提高的话会变成mula,mula代表10的-6次方,更加小于ma 可以吗?那你会发现如何?我们先踏电流 电流,当我这个东西一直移动,会一直小 小到这里就差不多没有 这边的电压是怎样? 因为当我这个一路建过去的时候 首先我们知道,基本上就没什么影响到旁边的灯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很重要的,我一会就会说parallel circuit 一个必须要认识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你会发觉D边原本是28mA 它是比较小的电阻,灯淡加上VL石一定比旁边的灯淡 就是说大部分电流应该走去D边,但内荷你的电阻提高 一路提高的时候,这条路就比以前越来越难走,甚至乎没有人走 因此你会看到电压就会一路提高 这条路为什么会一路提高呢?因为这条路都没有人走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走这条路的,所以就继续1.49 所以这边所认识的东西是什么?当没有电流流过 它会继续1.56 所以当你一路移动东西的话,灯淡的光度就会越来越暗 这就是说有耐久的情况 OK?可以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因为现在,比如说灯淡的情况比较厉害 28比1的情况 OK?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当这个电阻一路大,这一部分的电阻也是越来越大 因为它会和旁边做parallel circuit 当它一路越来越大,其实这个电阻应该是相对比较小 因此其实你可以大约估计到这个parallel circuit的终极电阻是旁边的灯淡 就是当这个灯淡的灯淡就好像放在这里等于没有放 你也要认识到这个概念,就发觉很容易明白 就是说什么呢?即使你怎么动都好,其实影响不了 这个就是我继续这个目标 大家要知道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适当地看到电压 这些位置是否永远保持重点 如果是的话,你就只需要看这个r改不改 这个r改的话就会控制到curve,控制到光度 但万一这些东西不是永远保持重点的话 你就必须看curve流入来多或少,再决定它的大小 就是这一条问题,就是这个simulation 我想大家可以带到的概念 OK? 留下星期四说过公开考试问题 留下星期四说过 另外就是第二个,一定要认识的 就是Effect of Potential Meter 这个就像大家做功课的其中一部分 OK? 你发觉我放了很多Meter 又介绍一下,有1.5V 然后这个是什么? Emmeter 量度一下电芯流出来的电流多少 这个电流流过的Emmeter 然后再流这条线 经由第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设定了10kΩ 经由电阻之后会分流 分流 它会走下路 经由Emmeter 再经一个 这个就是10kΩ 它除了走D条路之外 它可以走D条路 分流入Emmeter 再经由这个电阻 又是10kΩ 所以简单来说 这个设定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电阻进 一个电阻进 进完之后分流两个电阻 分流完之后 那两个电阻 就会通过出来 去到负极电芯 就结束了 从中这里就会放一个VM 放了Ammeter OK? 这里还放了VM 小心点 这个VM看什么呢? 这个VM是看D 一个电阻的前后 这个就是电阻的正 这个就是电阻的右边 一左一右 所以这个VM 其实就是看D的VM 这个就是看D的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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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点的potential OK? 好,来吧 记住全部现在是10kΩ 记住我们心里知道EMF是1.5V 1.5V就是多少呢? 1000MV就是1V 500MV就是0.5V 大家看到Division of Voltage 这个佔1V 这两个Connected in parallel 只是佔0.5V 所以大家瓜分 这个就是2比1的关系 另外你看到它流出来的电流 就有100MuA Mu是10的伏6次方 走到过来这条路 它就会分流两边 分流下路和分流上路 因为大家都是10kΩ 所以大家分的Curve是一样的 OK?可以吗? 好,这次我就不玩real 我直接在这里订数字 OK?订阅一下大家的概念 这里原本是10kΩ 这个也是10kΩ 这个也是10kΩ 上10下10 万一现在我把上面的10 上面10 原本10的 我现在改它做1 禁止了0 记住这些SIMMENITION很厉害 我禁止了0 它马上跟我计算 那我当然不按了 我现在考你 考你了 什么呢? 记住 10 这个是10 这个是10 这个也是10 这个也是10 我现在想考你什么呢? 如果我把这里的10kΩ 改它做1kΩ 我想问 10kΩ 流出的总电流 应该多了 少了 还是不变呢? 可以吗? OK? 这是第三条问题 你现在跟我回答 Q402 SOCK 加好 减好 就是0 OK? 来吧 记住 记住 是Q402 SOCK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个问题是Q402 还有什么 什么 原本全部都是10kΩ 10kΩ 10kΩ 如果把这个10kΩ 变成1kΩ 怎么样? 当大家在想的时候 你不要回答 有人回答了 OK 不知道是否正好 我帮你 如果还没回答 有人帮你 那你可能继续一继续吧 记住 如果我把这个电阻减低 我想问 D和D的POWRELL CIRCUIT 的结果会怎样呢? 记住这个SIMMANNESHOR 我想要训练大家 POWRELL CIRCUIT 如果作出改变 答案将会怎么改变呢? 记住一个很重要 在POWRELL CIRCUIT 里面的重要信息是什么呢? 在POWRELL CIRCUIT 这个多少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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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两个合起来 怎样合起来 背息的话 就是倒数加倒数 加起来再倒数 就是Equivant Resence 如果你这个数叫A 这个叫B 你出来的答案一定小过A 小过B 可以吗? 他出来的答案一定小过你任何一个 这是很重要的conclusion 所以你可以回答我的 答什么呢? 刚才是10kg 10kg 出来的答案是多少呢? 有个方法教了的之前 因为它们是一样的 你看它多个BUNCH 它有2个BUNCH 所以Equivant Resence 应该是10kg 随意 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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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过10kg 也小过10kg 如果万一我把10kg 变成1kg 会怎样呢? 你会发觉 答案一定小过1kg 所以 即是说D变和D变 加起来之后的resence 一定小过1kg 原本5kg 现在小到1kg 而这个仍然不变 OK 但是总共的电阻 在整个数据里面会怎样呢? 将会 小了 总电阻小了的话 总电流应该怎样呢? 就亿未答的同学 答案都呼之欲出 即答 接着问题是Q402 加好减好 现在问你 这个总电流应该多了还是少了? 题目就是将这个 5kg 原本10kg 变成1kg 这些都算是LV4 因为曾经都出过类似 有没有?其他人? 有人答了 其他人说得很明白 这就不等了 那我看 simulation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10kg 将会变成1kg 看到吗? 即时变成的 所以我才不打了 这个就是即时变成1kg 千万不要看到125 或125 这个是12.5 相差10倍 因为一个10kg 看到吗? 看到吗? 这个是1kg 这个是10kg 因此这里拥有的电流是它的10倍 OK?行不行? 回头,怕大家看不及 这个是10kg 10kg 总电流是100mA OK? 如果我改为1kg 你会发觉就是138mA 看不及再看一次 是100kg 升到138mA OK?行不行? 原因是为什么? 这里的电流大了 因为总电阻下降 OK?行不行? 所以你答的答案是什么呢? 应该答大家好 那就对了 就是说它的Curve是升了的 OK?行不行? 好,那继续 那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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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把这个东西改了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 那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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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这个 我要把这个10km改,把这10km改成1km 听明白,重复ể已去 我又问你一次 这个电流需要大了? 还 Ikit我还有多数字? 重复提论 我把把这一 AD住 space 由10km进 самоеک 一样看看 好,来,现在的问题是Q403,Sockwack Q403,Sockwack,答我,那个电流,总电流流出来,应该多了还是少了还是不变?加好还是减好还是零? 记住,我现在要移动这个,我将它由10kilo改成1kilo 你记住,思考方法跟刚才一模一样,你要想想哪里改变,改变之后别人不改,你改变,那你分的电量多如少 OK?或者你怎样令到总电阻改变,那你就知道总电流流出来应该多与少了 行不行? 好,反应非常好,暂时答左的人也对 其实我想大家逐步逐步去想得到,因为Circuit呢,你看到我花了很多时间了,因为最难电的货是Circuit 所以大家要突破,它有什么会问到你呢?你要逐步逐步跟着做就不会错了 暂时答的同学你都答对的,其他还没答的人? 不用害羞,只有我才知道你是否答错的 记住,我将这个电阻,免得我多说一点,大家最好反应快一点,OK? 尽量大家认识多一点,记住,我将这个10kilo,变成1kilo 好,那我又来啦 因为后面的parallel circuit是没有变过的,但前电那部分的电阻下降 比刚才那条问题更淺 所以当这个下降的时候,总电阻会怎样呢? 总电阻就是包距和parallel 但是parallel那边没有变过,它变了,它变了什么?它变小了 总电阻会下降,总电阻下降,总电流当然会上升 所以暂时答了那些同学,你都答对的,可以吗? OK? 不过,我想附加这条问题 我想问这里,希望答对的同学,继续答对这里 这一部分就成功地解决了 我想问,我又是将这个 我这次不按了,因为我按了,你马上知道答案 我将这个,原本是10kilo,后面仍然是10kilo,10kilo,不变的 我将这个10kilo仍然变成1kilo 不过,我想问,现在这个Volpmeter的答案 不,不要说肯定,肯定了的话,你不会答第三个答案 我想问,这里Volpmeter的评论应该什么呢? 多了,少了,还是不变呢? 我如果将这个,由10kilo变成1kilo,记住,这个Volpmeter是在看它的PD OK?你明白我的问题吗? 那就是将这个10kilo变成1kilo,现在想问这个Volpmeter应该怎么变呢? 好,来,现在问题是Q404 如果将10kilo变成1kilo,那应该怎么变呢? 就要问大家了 好,暂时答了的人也是对的,其他人快 记住,这里很阴毒的,我将一些过往的师兄师姐想的方法 我会照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都是这样想 希望你现在想到答案了,不要按住,你先听我说,OK? 除非你很有信心,看路,OK? 那是什么呢?有人在想,就是这个小了,后面不变,电阻 进来的电流会比之前大了,完全没问题,刚才是问题 那就是流进来的电流大了,但这个小了 电流大,I大,R小,电流大,R小,一大乘一小,最后大了还是小了呢? 有人在想,当然是电流大了,那就大了 原来用这个方法,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这样想你死定了 因为当一个大了,大了多少%,你少了多少%,夹了之后 都不知道你是升还是跌的,所以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看这个比重 这个东西和这个Prayal circuit的比重 原本我们很早的时候,它应该是2比1的 但是这次呢,它就下降到只有10kilo变1kilo 因此比重呢,应该比之前下降 所以它分1.5V的能力是比之前下降 所以它的电压将会下降 好,看答案 现在的答案是100mila和1000mv 就是日落,如果把它挖成1,能看到吗? 可以吗?电流清楚,电压下降 ok?那所以,有3位和我答对的 刚才是减的,应该是下降的 记住,千万不要想一升一跌就不变 记住,未必的,记住,未必的 记住,未必的 一升一跌就不代表是一定下降的 ok? ok?可以吗? 好,这个我又说完了 这个我又说完了 接着我再继续说 我做了导致,我可能说不完 那我给大家试一试 你都明白我应该怎么移动 现在想说就是124页 这条124 这个 124的Q 大家揭一下124页 Q17A 好,可以吗? 大家可以揭一下124页 124页的Q17A 你们可以在这个Circle diagram 那里面 可以揭一下124页的Q17A 可以吗? 可以吗? 还有这条124页的Q17A 现在开波,看,这样的,可以吗? 现在1.5屋,电阻是零来的 看看Circuit,可以参照124页 首先由正出,出了中间的Snyder Snyder现在设置到最小的,OK?最小的,出来吧 经过一个Emitter 再下了 下来之后,它经过Protensometer,有三只脚 最远的脚 就回彼腹 所以看回17A,你就会看到轮圈 至于正中间,就是这只脚 正中间的脚就是Snyder Snyder那只脚又怎样呢? Snyder那只脚 就会在一边 跌到Vogmeter 另外一边 就会跌到Vogmeter的正度 而最终极呢 这个中间Snyder 它也会跌到Vogmeter 行吗? OK 好,现在开波,我动的,我其实就不会跌到Internal Resence 我就会跌到这个 跌到这个 现在是零来的 OK?零来的 零来的 如果是零的时候,那就是说什么? 如果大家看回本书17A的话 它的箭咀应该是跌到极左 即是P点是极左 如果极左的时候,你会发觉是什么呢? 行不行 你会看到吗? 极左 极左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将 P点 P点有什么特别的呢? 你会发觉 如果看一幅图 就是这里 你会发觉这是P点 这一点是P点 这一个也是P点 P点你会发觉永远是负数 行不行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它接近Sort Circuit 但当然它里面有点 内阻了 它未必 认识到这么多 现在我想把Snyder 移动 看到吗 一路移动,你会看到电流越来越小 接近0 其实它不是真的0 是太小的 去到这里已经差不多没有了 OK 为什么会移动到这里没有呢? 基本上这个你可以当它 就是bypass了 这里 基本上它的电阻太大了 大到已经是没有了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调教这个 情况 Exactly就是17A的问题 17A的问题可以看回问题 问题问你Emmeter的Reading会如何 现在我给你看 你看到Emmeter的Reading一直在跌 看到吗 这个就是在展示答案给你看 一直在跌 在这个情况 OK 那这个 又说完了 那我说最后一个 其实我还有多一个 那个不说 就是这里 就是133页 的 Q15A 这就是上次说了的 不要被图图吓了 基本上下面这个和这个 给你做reference 那我们最紧要在这里 现在有个灯弹 因为电阻太小了 我摄它更厉害 这里刚刚没有1000Ω 这个也是1000Ω 那你再看一本书 然后在中间这个折点 这个折点 就跌了在VIO的中间的Snyder Snyder 那顶位 就跌了在正极 看到吗 跌了在正极 这个是Ammeter OK 那现在开始看 行不行 现在我把它调调 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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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似 好似这个情况 所以我发觉 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个灯弹在这个位置 是1.5V 至于在这个位置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 也是1.5V 所以我发觉 这个VMeter Acos第一个灯弹 是0V 它不穿的 如果大家看回你本书 如果你把Snyder Contact P 把它移到顶 其实就是这个情况 那你就可以 看到它就像Sort Circuit 废了上面武功 我一路把这个提高的话 其实就是把这一点 电压 不断地下降 原本是1.5V 现在下降 当然它不能去到零 零在下面 零点就是零 那些点呢 Provenso应该是 1.5V 之间 那现在这么巧 那么幸运 大家 是0.75 大约 那如果我再把这个东西 再移低一点的话 那上面那部分 电压就下降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下面那部分下降 而上面那部分就是上升 但是很神奇的 你每一刻都好 816和6300加上 都是1500 当然有点不差 OK 到最后 它又没了 全部都吃了 行不行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东西的作用 根本是一个 Potential Divider 将这一点 的电压 Potential 改变 用这一点的改变 这一点就令到上面盏灯光一点 还是下面盏灯光一点 就靠这个去做事 看到吗 它可以控制这些灯 哪个光哪个暗 去做事 OK 看到吗 这个Simulation 主要是目标告诉你 这些东西 如果公开考试考这条件又怎样 其实最重要是你知道 这个Sniding contact 其实是在控制这一点的Potential 而这一点的Potential高与低 就看你这个Snider 移到什么位 如果把Snider移到 没有Ω数 如果没有Ω数 就是说 D点 和D点 基本上就没有电了 没有电了就是和Potential 就是说原来你处于这样的位置 你的电量是1.5V 这样的位置 基本上就0V 行不行 用这个方法很快就决定到点 应该退上点 退得越上 它能分得到电量就越低 因为 Bot上就1.5V 如果把Potential提高一点 假截0.75提高到0.9 记住这个Reading 不是说0.9 这个Reading是显示1.5V和0.9V的相差多少 这个概念就像我们以前学的GPE的方法 去定义 行不行 希望大家 这些Signation对大家有帮助 我看看用什么方法共享给大家 自己试试玩一下 甚至乎自己找些题目砌一下 自己自问自答 那星期四呢 那我就会用这个方法 去讨论大家的 用公开考试的问题 通常就会用level5的问题 去问你 OK 那你要懂得 要知道 什么情况下 会up、down、 会increase、decrease 那些东西 OK 行不行 那我们就 基本上过了周四 Circuit就正式完 OK 那现在我们还有 小小时间 大约15分钟左右 留下之后就video lesson自己看 记住大家 就 盡快看video lesson OK 另外这些好处就放在网上的 什么时候生都可以 好 那我们看22课了 有书的同学就揭书了 那后面那些我就会讲得快点了 因为你要用老的东西不多 你都是 都是跟着程序去做的 那这里我给个 很简单的beef review给你 22.1 那这里总共有四个session 一个叫minx 就是我们家用的主电流 记住是高位的 你high到它你会电了有机会电死的 那这里就介绍了两样东西 一个叫direct current 中文叫DC alternate current 叫AC 交流电 那我们家用的就是交流电 但你平时电芯用的叫DC DC的D代表direct current 就是说是有方向性的 OK 平时我们拼电芯一定要正跟正 傅跟傅 拼错了不效的 那些是DC 还有DC有什么特别的呢 就是同方向的 但一定是不是要同数值呢 就未必 如果同数值的话会叫做steady DC 例如一粒电芯1.5V呢 那1.5V理论上永远不变 都是1.5V 所以可以叫做steady DC 但是有时 你可能做发电的话 发电的话不平均的话 它有机会variating DC 那公开考试在MC 那公开考试在MC出过的很便宜的 不要这么多 就是问你 问你D一个是AC还是DC 你记得如何回答也好 都一定回答DC 那什么时候才不是DC呢 就以下这个答案 如果看到幅图 他会说是alternating curve 会不断地变的 什么是变的 什么是变的 时正 时负 上面是正 下面是负 如果看到幅图在那里狂了 你只可以告诉他 它是DC 因为它永远是正 但也可以 它永远在那里变的 不过它是负 都是DC 总之他曾经有正有负 就叫做AC MC特意困扰学生的 令学生答错 你不要答错了 另一个是AC alternating curve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学waves 因为它是waves 一个sidewaves 或者一个gosidewaves 它是period的 period是0.02秒 原来很神奇的 我们平时家里用的电 是AC 这个AC怎么来的呢 有什么特别的呢 就是50Hz 每秒钟改变 50次 OK 所以你现在 不要看着天花板的灯 其实灯很惨的 原来它是星闪闪的 它每秒钟在闪着50下 你能不能看到它闪着呢 OK 如果你能看到它闪着的话 你的灯要更换 因为你的眼睛很差 你的眼睛最多只能看到 20-25格 fane per second fane per second 你的脑已经觉得 很smooth 不觉得它是闪着的 但现在我们50 比你的两倍的 你应该是看不到它闪着 OK 这个叫AC 当然 很多学生会问 明明令这些灯在看着有什么好 拨降低于C 为什么拨降低于AC 这个问题就是 来好啦 不然我未来接待得 就告诉你 因为发电厂只可以发AC 那为什么呢 接着才会说 另外不是香港的 我们没机会回学校实验 原来 pouse app 买了他的pouse app 他是有两种模式的 一样是说ac 一样是说duc 那就是他可以发出这个样子 或者出到平线也行,或者平下也行 接着是香港的用电,香港用电是220V,前几年就升了230V 不要紧,两只电也足够电死你 另外,下面我们要认识的,就是三脚插梳 三脚插梳,这个叫Socket,这三脚凸出来就叫Pug 记住,有两个不同,这个是Socket,这个是Pug 有什么不同呢?记住,我们所有东西是Socket L,怎么记呢?我们有三个洞 1,2,3,这三个洞 最顶的洞叫Earth,地线 最安全的了,但也不要碰 万一电灯师傅拼错线你也会电死 另外,D扁有一个叫L的物体 L就叫Left 但它很惨,它不是Left 看到吗?这个不是Left,这个叫Live 叫生命线 N就叫Neutral 叫中线 那么记住,我们怎么记呢? 记住Socket是L 这样的 D手边是L 明白吗? 记住,你只记Socket,不要记Pug Pug是很惨的 Pug就不知道是看背部 还是看前面看 有机会看错 所以最好记Socket 好,接着回来 220V是什么呢? 其实只是一条虚线 一个平均值 原来我们真正量度AC的话 其实220是平均值 它有机会高到311V 落到-311V 我们拿完平均值之后 就220V 行不行? 所以如果你很不注意给电电 其实你不是给220V的电电 你有曾经试过给311V的电电 OK? 220V的只是一个平均值 那这个平均值怎么计呢? 接下来说 下面有个叫Power Waiting 一会大家洗脏 可能洗头 你要用风筒吹 风筒吹,你的头吹多久呢? 就看Power而决定 而Power怎么写的呢? 它就会写在这里 还有上面有个电 这两个搭配就好 它就是给你V 给你POWER 你就会自动知道I和R 什么都给你 这就是Power Waiting 公开开说最喜欢这样给 因为它只给你两个资料 全部都给你 接下来问你其他什么 OK? 但记住 我们有机会拿着风筒写着221,000伙 但有机会去到其他国家 它电压未必220余 日本有些地方是110余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插幕会不会爆炸呢? 那你未必会说 那记住 每一种家庭电器 用的Power都未必一样 越高能量 例如煮食的那些 能量就越高 OK? 那它的Power Waiting 就越高 这就是个例子 留下我的video lesson说 这就是给你一个Power Waiting 给你一个V 给你一个Power 给你一个Power 问你现在的Power 多低低 但公开开说真的这么低 它问你给了你 正常运作的时候 叫做Lormal Operation 正常运作就是给220 它就会出1000伙 至于那时候多少Curven 多少Residence 全部都给你 OK? 那跟着 刚才的问题 在这里回答 如果你去到其他地方 哥伦比亚110 那怎么办呢? 你拿这个风筒过去 是运作不了的 正常来说 原因是 你的Power只达到250 那记住 有机会 你的Apparatus 电压不够厉 不够大 它是运作不了的 这个只认为 如果运作到 Power就是原本的四分之一 OK? 如果反过来 你从哥伦比亚带的风筒 来香港用 就千万不要了 原因是 在哥伦比亚的风筒 可能写着1000伙 去到香港的时候 它将会以4000伙 形式 运作的 那你的头都会焦了 OK? 所以 我们一个220的地方 去到110 有机会运作不了 但也不会死人 但如果反过来 它习惯是110 但去到一些220的地方 那机器就会爆了 OK? 所以 如果大家买一些水货的日本电器 日本电器用110 如果很开心 在日本买个游戏机 是110 一插香港 一插下去 它的power将会4倍 你的游戏机即时会烧 也会着火 所以 如果你买水货的话 你去香港要买水货火牛 帮它调回电压才做到的 另外 有一件事是Lower Form学的 叫做Kilowatt hour 什么时候学的呢? 就是Hit火 就是中三Hit火 那Kilowatt hour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有个家庭电器1000火 如果它运作了一个小时 我总共要给它多少能量呢? 吓死你,Mega Joule 八万Joule 十六次方 原因是什么呢? 什么叫1000火 一秒钟用1000Joule 一个钟头有3600秒 所以就要用这么多能量 那我想问 为什么要用Kilowatt hour 中文叫做一度电 因为免得吓死老婆 因为如果在家里交电费 收到电费单 是这么多条零 记住Mega是6条零 3.6 就是这样 3 6 这么多条零 一度电 你一个月肯定不止用一度电 这样才可以再补几个零 跟着老婆 是慢的 有机会懵得 看不到,以为是钱来的 那他马上就爆血管死了 所以科学家为了应付一些这样的人 所以他需要做什么呢? 将这么多的零 将它SIMIFY 叫做一度电 令到老婆看见 这些都合理 百多元而已 合理的 这就叫做一度电 一度电 然后找什么做 就是中三Hit 那里有说的 叫做Johometer 就是这样的 你应该见过中三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放一些Hitter 之前呢 就用了Johometer 看看给了多少热能力 下去 然后再计 specific heat capacity 那这两个东西就是Johometer 其实这个Johometer 或者KWh 你家里也有的 就是量度你家里 一个月或者一季里用了多少度电 你会见到上面的数字一路走 你会见到上面的数字一路走 OK 那你拿回那个difference 就代表你那个月用了多少 OK 那这是exercise 我再说多点 我再说多点 说多点 那我就22.2 说多点 就停了 那这里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家里 家里怎么博线 因为我们在前面整天买光纸 就是circuit 就是parallel大了 你关上那盏灯 另一个盏灯 是不会受影响的 那家里完全所有东西都是parallel circuit 那这幅图看不到它是parallel的 但如果你玩分支就能看得到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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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我们的livewire 这是L来的 先看生命线 记住,刚才忘记说 livewire是220屋 neutral wire是0屋 是不是0屋就安全呢 还要看看你家里的位置是0屋 万一你那个位置是10屋 你碰下去是0屋 你中间的potential difference是10屋 那当然不死 但是如果你是10屋 你拼了一条电线L 220屋 那你就会有差 你就会死 但是记住,其实有什么用的呢 就是voltage 就是涉高与低 它有机会有时正的时负 所以电流有时会调转方向 所以它就叫AC 那记住 所有livewire对生命很重要的 那条线是足以令死的 所有东西都放livewire 包括fuse 包括其他东西 都是放livewire 那原因是为什么呢 接着我们当是真的放livewire livewire有电流流进来 接着呢 一旦灯弹就会发光,至于灯弹有没有跨地线,正常灯弹外壳是金属,金属主要目标是跨地线 万一流电的话,电就会跑去地,好过跑去你身,寧愿落地就好过电死你 这就是真正在家里的wilding的目标 但是,为什么它是parallel circuit呢?很厉害的 记住,电流流进来,它可以走一条路 又可以走一条路,再经由另外一个灯弹走上去 所以你看到那些路是分枝的,逢分枝的话就是parallel circuit 所以那盏灯弹死贵了,那盏灯仍然是亮 所以家里突然跳键,这边跳键,这边没有电到,其他不会受影响 除非哪里没有电到呢?这个,这个跳键,这个叫总标跳键,整屋没有电 这个就是circuit breaker,流电断路键的情况 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你还有一条线可以转下来,控制它去switch 令它再通电,就可以控制一盏灯去做事 这个情况就像这个,你一个switch,parallel circuit parallel circuit,你就可以通电 就是这样,令你亮灯了 但是这个死都不拍,它就不着 parallel circuit,它也会亮 但是那盏灯会不会暗了呢?是不会的 因为那些点是220V,那些点是0V,它仍然保持220V 我说完Wing circuit就完结了 到这个,还没说Wing circuit之前,就会有一个叫做enrichment 叫做2way switch,学校有的 学校不知道你没有玩过,晚上下楼梯的时候 其实它是2way switch 你按了的话,你向下的灯会亮 那你落到楼下之后,可以parallel circuit,那灯就会亮 这个叫做2way switch ok?那现在你这样放是不通电的 但如果你在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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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拍了键之后,拍了这边,它就亮 那当你落到下一层的时候,你拍回头,它就亮 这个叫做2way switch OK?那Wing circuit是什么?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原来我家里,如果每次用parallel的方法看着 古老的parallel方法是这样 走过这条灯淡,然后走路 哇,我现在再多个灯淡,那又要在主标里拉一条线出来 经灯淡走,哇,那死得人的 那怎么办呢?科学家就很可怕了 就玩个叫Wing circuit Wing就是一个环,环是什么环呢? 就是围住你家里的4幅墙,形成了一个Wing 这样的样子 而这个Wing不是一个,一来就来三件 就包括LiveWire, NeutralWire和EarthWire 一来就来三件 那三件的成分就会变成一幅图 一来就来三件 现在我怎么办呢?我只需要在一幅墙上 那我们会找到这条电线 这条电线里面将会有三条电线 有颜色的,ok?有颜色的 那我的电灯师傅怎么办呢? 就找到这条电线,这条电线很酷的 它就围住家里一个圈 可以吗?那当然这条电线里面就有三条这样的线 那接着师傅就只需要找一些火烧一下 那浸胶就会被烧溶 烧溶了之后里面的铜线就会外露 OK?铜线外露之后那怎么样呢? 它就只需要在这幅墙上弄一个新键 这样的,那记住这个是LiveWire 这个Socket 有这个按钮,这个电线就要勾线了 这个是Earth来的 假设Earth就是最顶的那条线 那它点了下去,它用烙鸡烧溶了它再包电线胶布 接着就到Nutral Wire 接着就到LiveWire 都在这里弄了烧接,接着再电线胶布 接着它,那就已经成功地做了一个新的Socket OK? 那就是说什么? 原来当你要加一个新Socket 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在一幅墙里找到这条电线 接着将Socket挂在这三条电线上 那就结束了 因此你发觉 所有家里的电线 电制正常利率有两组 一组就离地大约一尺 就是给你放在地上的家庭电器 一组就大约到你的I-level的位置 那就是给一些高位的Socket 可以吗? 那就是说它有两个环去做这些东西 OK? 当然C-link那些就不用环的 就用另一个方法直接去C-link的位置 OK? 这方便了师傅 Socket可以转弯一点也不要紧 最重要是挖烂了你腹上 找到电线而已 OK? 至于有什么方法在腹上找到电线呢? 那就留下来 有个叫二力槽 就会教大家如何找到电线 OK? 可以吗? 接着到C-link我不多说了 留下星期四再说 OK? 好,现在就停一停录影